好 這個檢調今天是再次提訓了 沈慶晶還有印小偉 據說就是要針對小沈1500來釐清 這到底是一千五百萬呢 還是什麼很特別的 什麼通關密碼呢 好 但是講到這個通關密碼 這個陳佩琪今天也被媒體爆料 他最近不是頻頻的親上火線 幫丈夫喊冤解釋嗎 就搞了半天 他也有六百多萬的現金來源不明 而且呢居然分了六十幾次去ATM存錢 那這個重點是陳佩琪的公辭前後都不一樣 這錢到底從哪裡來的 他居然可以說辭前後矛盾 所以呢這個敏寬 接下來真的要看陳佩琪會不會變成被告 現在柯文哲人在土城看守所 現在陳佩琪四次翻改他的口供 我先念一句詩 忽見枝頭羊柳舍 鬼叫夫婿密封 當柯文哲晚上夜深人靜 在整個臺北看守所的時候 他就會想到如果當初那個藍白協議 他不要失掉 今天的狀況會變成怎麼樣 但現在呢民眾黨這出戲 居然毀了大家小時候童年的一個印象 我們來看喔 金華城現在涉嫌圖利對不對 疑似有所謂的一個收賄 大家一看 怎麼跟哆啦A某的劇情 裡面的整個人物排起來 都一模模一樣樣 特別是當昨天阿伯穿著黃色的上衣 腳上瞪著所謂的藍白拖 好多人說哇現在真的是穿上了黃色的龍袍 腳上真的是踏上了所謂的藍白河 但重點是在於我們來看 包括了大雄 包括了後面的鏡香 我們來看連胖虎都有喔 跟館長一模一樣 我們再看小夫哇跟整個黃國昌啊 現在好多人就說 請你把我們的套拉A某給還我 但現在呢各位都曉得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當柯文哲在整個五保四回 跟後面在收押的過程當中 尤其那個時候羈押飯全部被買完對不對 現在全台灣在封一樣新的東西 這個是什麼呢 叫起書 但先跟各位說喔 起書現在還不能只是起書喔 要全家起書 為什麼呢 原來現在陳貝琦跟三個子女涉嫌洗錢 前前後後資金是六百多萬 前前後後是六十次 各位你去想想看 一個女醫師晚上拎著一包的錢 然後跑到整個自動提款機去在那邊 然後讓機台在那邊跟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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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 但又起事情現在大條 陳貝琦第一個 他現在本來是證人喔 他證人是不是做了偽證 那做了偽證這個是七年的罪喔 這是第一個麻煩點 第二個會不會涉及洗錢防治法 因為他如果真的把民眾對於政治的捐款 拿去放到提款機 然後讓他給存進去了 這個後面根據葉世文條款的話 問題可大了 來跟各位說發生什麼事喔 陳佩琦再來要退休 退休之後他會具有公務人員的退休專戶 那如果根據葉世文條稿的話 你只要一審確定 這個帳戶先扣押 扣押完之後 如果是三審確定的話 這個帳戶直接扣起來 你連退休金都沒有了 但柯文哲他之前說 他全部都不知道 是不是殺了一個公然大謊 確定就是殺了公然大謊 我們來看喔 目前柯文哲的總統大選的上億的一個補助款 居然有七千三百萬 流入了個人戶頭這是第一件事情對不對 這不違法但是觀感不好啦 其實沒有人敢這麼做啦 簡單的說全台灣過去所有的總統候選人 沒有人敢這麼做啦 但是他他就是敢 好我們再來看喔 後來在那裡面各位還都知道嘛 後面木可 木可的負責人叫李文娟對不對 但真正的操盤人 真正的幕後的那個所謂的隱無者 是李文娟跟李文宗嗎 絕對不是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喔 柯文哲曾經在整個跟李文娟的對話當中 宛如是太上皇 宛如是下指導期一般的直接問 他就說媒體大亨一百萬 現在的處理進度是怎麼樣 這個是之前現在整個有查扣出來的 第二個知名的食品負責人50萬 到了整個新故鄉 新故鄉是他的智庫 是他的智庫 五十萬道的新故鄉的一個帳戶 哪些從木可公司支出 哪一些從選舉剩餘款中支出 兩個月內高數 包括了縱望 包括了木可 包括了新故鄉基金 有多少錢可以用 然後今天最新的一個爆料是 新故鄉兩年捐了兩千七百萬 只有一張發票十萬塊 裡面花掉了兩千六百七十七萬 所有簡單的說 基金會的錢 選舉的錢 木可的錢 全部都繳在一起 所以柯文哲對於財務 對於會計是各位 完全對法律完全都不尊重的 這是第一件事情 然後再來 為什麼就這麼剛好 陳佩琪你去ATM存錢的時間 第一個時間是在什麼時候 是便當會的一個時間 第二個時間剛剛好 就是在於整個所謂的金華城過關的時間 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還有一件事情是全世界所有的建案 每個人都眼巴巴的 希望我的建案趕快過 可是只有金華城一路綠燈 最後面許淑華才會秀出來 就是說公務人員每個人都在自保 為什麼每個人都在自保呢 第一個公文寫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清楚完之後呢 公務員還去詢問說 是否按金華城的陳情辦理 上訴後卻被刪文 既然跟各位說這個貓膩 一般的公文寫完之後 會有一個寫個當否 什麼叫當否呢 當就是可以 否就是不行 就這麼簡單 可以或者是不行 結果呢 柯文哲把他給劃掉 把他給槓掉 槓掉之後柯文哲 他親自寫了一個同意 還畫上自己的名字 就是這麼大膽喔 所以你說公務人員 為什麼要直接把整個所謂的公文 全部都營印起來 自保嘛 因為上面已經開了綠燈了嘛 現在是沿路直升機的速度 再往前走嘛 對不對 可是中間有什麼貓膩的事情的話 公務人員怎麼保護自己呢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個 陳志涵 現在也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對 他居然拿著炸彈 在炸自己的祖墳啊 超誇張啊 發生什麼事呢 現在呢 全民眾黨 唯一全台灣 現在可以說執政的地方叫新竹 結果呢 他直接去單挑新竹的兒童醫院 但先跟各位說 新竹兒童醫院 當然這件事情 時間拖得有點久 但那時候呢 先跟各位談 新竹的兒童醫院 D是新竹市政府的 蓋好之後是BOT 未來還是所謂全體人民的 為什麼 BOT嘛 他現在是長根在裡面經營 但重點是 裡面的受惠者是誰 是兒童 是新竹市民 金華城的受惠者是誰 金華城的受惠者是金華集團嘛 結果呢 後面呢 講不到陳志涵 一路打一路追 一路打一路追喔 追完之後 現在呢 整個檢調 竹檢已經說了 早就告知了嘛 這個沒有問題 然後呢 陳志涵在說 一年多了 都沒有人查 拿真的拿炸彈 炸自己乳墳啊 沒看過這麼傻的 而且打兒童醫院 兒童醫院什麼 跟金華城比 完全不一樣 金華城就跟各位講 一個最簡單的 兩百億的一個利潤 如果說 根據標準的一個說法的話 至少會有一成 二十億左右會流出來嘛 所以目前 排面上看到的是四到五億 有可能是錢金而已 可不好還有後洩 但我們來看喔 黃國昌現在喊話了 他就說什麼呢 黃國昌說 面對假訊息 請大家退訂 有線電視去看YT 黃國昌也真的是敢啊 YT不是更多假訊息嗎 YT的假訊息是更多 但現在呢 很多網友就說 我只信卡提諾狂新聞 為什麼呢 因為黃國昌 大家叫大家 不要相信經濟學人 要去看卡提諾狂新聞 重點是在於 現在柯文哲一爆再爆 未來的狀況會變成如何呢 而現在的狀況是 搞不好連陳佩琪都會有事 然後金華城這個案子喔 柯文哲的角色 是不是已經很明確了 因為越來越多的公務員 為了自保 所以呢這個 原來當時 他們都有留拍照 留下證據 早就知道這個案子 不能這樣幹了 我覺得柯文哲好敢喔 他都已經下過那麼多便條 敢在大家面前說 我市長有蓋章啊 但是我什麼都不知道啊 然後呢 然後那個 前面講到金流的這個事情 現在有越來越多 很奇奇怪怪 我們講木可的角色也好啦 這個重要基金會的角色也好 還有什麼基金會啦 然後什麼什麼 甚至禁辦 為什麼這些東西 莫名其妙都可以連到審慶金 所以這個 就請教這個議員 你怎麼看這個狀況 其實喔 過去柯文哲 要選舉之前 2014年以前 他說這個基金會 就像魔戒一樣嘛 戴上了就無法自拔嘛 我跟大家說 柯文哲現在十隻手指頭 都戴了魔戒 我算給你們聽喔 有十個帳本 十個帳本 你看嘛 他的縱望基金會 新故鄉基金會 政治獻金的帳嘛 對不對 他的黨部的帳嘛 然後再來木可公關公司嘛 再來他自己嘛 再來陳佩琪嘛 再來三個小孩嘛 所以是不是十... 真的十隻手 都戴魔戒啊 對 十隻手啊 所以我就說 他是不是自己 十年前 十年後 變了那麼多 他怪不了別人 那剛剛講到就是說 為什麼現在 恐怖 現在說他當了八年的市長 我覺得我要替我們 台北市的基層公務員 抱委屈啊 在你柯文哲主政下面 公務員要自保 變成他要怎麼樣 他要帶錄音筆 他要有影印機 他還要截圖 拍照 對 才能夠避免說 會不會 這個當今聖上 這個柯皇 隨時交代一件事情 用一個便條紙 就叫我們可能要犯罪呢 那這樣子這些基層的公務員 他們好不容易 國家考試及格進來的 憑什麼要受你柯文哲 這樣子壓迫 真的 對不對 我講一個 這個是 產發局的同仁 他傳給我的 因為我就在問說 這個柯文哲被媒體爆出來說 有下這個便條紙嘛 對不對 然後寫說 越快越好 快就好 對不對 我就問他說 那到底是不是有這件事情 他們說 確實就是有便條紙 而且就是市長有交給林重傑局長 就是當時的產發局的局長 然後我就問他說 所以他不是批示在 頂月的那個陳情書上面 不是貼在上面 他說不是直接寫在上面 所以是一個便條紙直接貼的 那是什麼時候去做這件事情 這也很重要啊 因為看說那你到底什麼時間點 然後有積極介入金華城的案子 他說 這個跟產發局有關的 就是110年度11月1號 金華城的細部計畫公告實施之後 頂月就來寒陳情 要他們接收回饋空間 所以整個完成是在111年的2月回寒 好我給大家看一個時序 這些關鍵點我來解釋給大家聽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9月6號 是一小微議員召開的第四次協調會 那一個協調會的紀錄裡面寫什麼 他說金華城的這個案子啊 細部計畫案啊 如今完成法定程序 其相關的回饋設施呢 後續有涉及到府內各個單位的話 請大家要怎麼樣 依法配合辦理 可是喔 你知道嗎 我們的都審是三天後才召開 蛤 你都還沒召開 你就已經在協調後續的回饋事項了 還沒召開已經做好決定了 是啊 那我們當然會合理懷疑 所以你認為都審一定過 就是這一個9月9號783 就是內神通外過嘛 你早就知道 上面就已經交代說 要讓你過了嘛 不然你開這個協調會 憑什麼下這樣子的會議結論 那你把我們這些都審的這些 都委會的委員當成什麼 對不對 不就變橡皮圖章了嗎 真的 還說他們都共事決啦 好 第二件事情 剛剛我們不是講到說 這個11月1號 他的西部計劃通過嗎 都已經過了嘛 因為10月20號的時候 這個彭政生就蓋了那個甲章嘛 就合了 11月1號就公告了 你看多快 再來喔 12月15 應小微議員又開了第五次的協調會 這個協調會在做什麼 做什麼 就是要 產發局把這個相關的這個回饋空間 800平方公尺 要產發局吞下去 要做所謂的清創基地 因為這個會涉及到什麼 他當時在申請這個20%的容積獎勵 市府就是有要求要有回饋的空間 你今天如果沒有一個單位出來認養 就是接收這個回饋空間 他等於前面那些都白做了 所以你知道你看這個 還要赤府吞就對了 對 要產發局吞喔 所以你看 當時的會議紀錄 你看這個12月15號 出席的人有誰 產發局 來 邵秀佩 然後 當時的這個都市委員 發展委員會 都委會 劉秀玲 是不是都是這一次的關鍵的人 對 然後他的會議紀錄就是寫說 產發局呢 基於本事產業發展 跟什麼專業考量啊 需求啊 賤請陳情人 本於設企業的社會責任 因競速與產業局加強溝通協調 什麼工作呢 我的意思是說 他協調這件事情就是 B 產發局必須要把這個所謂的 回饋空間吞下去 可是呢 協調了之後 因為產發局他們內部討論 覺得說 第一個那個空間 清創基地 我們臺北市的清創基地 都在哪邊 第一個 圓山那邊 第二個 華山 都比較年輕人聚集的地方嘛 那邊才會形成一個產業聚落 對 那你今天突然要我去接收一個 800平方公尺在金華城 那是要給幾圓喔 那你看喔 財法局如果接收 變成蚊子館的時候 會被議會檢討 會被我們的審計檢討 他變成拿石頭砸自己的腳 那更可惡的是 金華城竟然還要求 我們市政府說 你要負擔所謂的產權管理的費用 所以這叫貪得無厭 真的 要了還要要更多 他一毛錢他都不願意吃虧 誰把他養成這樣的 柯文哲啊 你知道最後 柯文哲就是下條子嘛 越快越好 所以為什麼今天這些基層的公務員 那個真的是吞不下去 才會把這些的訊息 然後告訴我 而且你記得嗎 池寒清批 我要站在柯文哲的旁邊給他看 他現場批 還不能放桌上 那個壓力多大啊 你知道池寒清批有幾個就是含義 第一個 他不是放在你桌上等 他是拿著說 鼓掌幫我簽 簽完 科長幫我簽 一路這樣拿著喔 簽上去喔 那另外一個含義是 來 你要不要簽嗎 上面都有壓時間啊 你有意見是不是 好啊 這個就是長官交代的啊 誰敢不簽 真的 對不對 第二個 那就代表 台北是沒其他的事了 就只剩金華城 是啊 這個你知道池寒清批 有可能 因為我們一般公文可能 這樣層層電子公文簽上去 可能三五天的時間都是很正常的 它的池寒清批可能一天 甚至一個小時 一個半小時 兩個小時 就可以簽完了耶 誇張 這個叫做做什麼 做高鐵的耶 特快車耶 所以 然後第二個含義就是說 你不敢不簽嘛 對 上面交辦 那就是怎樣 我就是一定要過嘛 你怎麼 然後第三個 拿在手上的公務員 旁邊有人看著你 誠寒清批嘛 對不對 恐怖 你是不是連拍照 存證的機會都沒有 對 你怎麼留底 你怎麼自保 是 對不對 對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哦 為什麼你柯文哲 對其他的陳情人 對我們 譬如說其他議員的陳情的案子 你都沒有這樣子的禮遇 然後你面對金華城 一條龍的服務 從便當會之後 到你的協調會 到你的這個都審 然後呢 我們官司打贏了 要他們要六七八 你給他八百四 所以這個才是現在大家會覺得 那一口氣 基層的公務員吞不下去 那我們監督市政 我們也吞不下去啊 對 一般民眾 光是都根 跟你要個幾%的容積率 在那邊省來省去的 那你突然大放送給金華城 那現在如果啦 勾擊起來 有對價關係 告訴大家 柯文哲就GG了 冠年啊 為什麼陳佩琪這邊 還特別提到了一個選舉結衣館 然後說什麼230 後來還被這個 柯議員打臉嘛 我說沒有哦 那時候是賠錢的哦 不要忘了哦 如果週刊爆料是真的 他在對檢方的供詞裡面提到一個什麼 會到兒子的錢 兒女的戶頭裡面的錢 有民眾捐的選舉經費哦 這民眾是誰啊 照克文哲的講法 財團老闆也是市民啊 所以這個民眾捐的這個選舉經費 如果照克這個陳佩琪講法 他是現金哦 那這個中間有沒有可能查到這個對價的這個關係哦 而且還在保險箱裡面還真的有發現這個現金 那你怎麼看這個陳佩琪的說法給小孩子即用的哦 這個說法到底說得過去嗎 那當然講到這個4300萬的這個商辦 我們也質疑啊 買完4300萬這個商辦之後 因為他也曝光了他的這個幾筆錢來來去去嘛 扣掉這個錢以後真的 像克文哲講那麼好命 還可以去看商業豪宅 從這樣看起來買得起商業豪宅嗎 那有沒有更多的現金現在還沒曝光啊 陳佩琪的數學好像變差了 自從那個許甫跟這個陳志涵搞出960加110 這變成96萬以後 整個民眾黨數學變差了 為什麼這樣說 陳佩琪在幫助柯文哲解釋MG149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什麼場景嗎 洋洋傻傻開記者會 把家裡所有的單據存折 然後往來記錄全部都演繹出來 就在記者會上一次公佈 可是為什麼陳佩琪今天不做這個事情 如果有疑慮的話 你說把檢調檢調把你的現金存折 然後各種資料拿走 可是他這也去林貴申請了這些交易明細 那我相信他自己也有作帳 那這個事情為什麼不一次公佈 講這個用這種手寫 然後看起來不是那麼準確的這些數字 然後打幾個括號就好像要取信我們 然後再加上其實我們在比對柯文哲 今年在財產申報的時候 其實沒有申報現金的 對那為什麼又好像在2020年 到2024年之間陳佩琪手上好像握有大量的現金 然後這樣提提純純 完全沒有暴障 再加上剛才主持人佑琪講到一個事情 就是說民眾的錢到底是不是政治現金 而且這是哪裡來的 我認為剛才來賓講到的是沒有錯的 我們除了要關心他在提純的時候 他講了什麼 更要關心他沒有講什麼 我認為他現在為什麼有那麼大量的現金 是不是在我小時候的經驗 只有那個大人去標會的時候 才說要去拿一家輸出阿姨家 把這個標會錢拿給這輸出阿姨 才需要這些標金拿去 因為他們那時候會寫標單 然後需要給利息 當場現金比較容易容易做 要不然以他們這種年紀有大量現金 我認為是有一些民間投資 什麼民間投資有沒有可能是 在這段期間有沒有可能是虛擬貨幣的投資 或其他民間放貸的投資 我覺得這個都有可能 如果沒有的話 為什麼不老老實實在財產申報上就報 對那再來是 我覺得昨天打一個悲情的訴求 完全是陳志涵的手筆 為什麼這幾個媒體都是跟陳志涵比較熟的嘛 然後做完以後還放了幾個消息說 為什麼陳佩琪有憂鬱症啊 然後他跟黃珊珊什麼關係 這個是陳志涵的手筆啊 陳志涵為什麼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 他我覺得他有點太過分了 比方說為什麼他把陳佩琪 我認為陳佩琪現在狀況已經非常不好 而且他自己有憂鬱症 他自己有憂鬱症 我覺得他現在連自己在講什麼都不知道 這些東西 我認為都是陳志涵幫到準備的 怎麼可能做著這樣 淋淋拉拉 然後完全沒辦法解釋 可是薛偉說他陳志涵沒那個頭腦啊 對啦 是啦是啦 那或者是陳志涵後面有一個團隊幫他做這件事情 陳志涵現在要做的第一個 他不是保護陳佩琪也不是保護柯文 他是在保護自己的地位 為什麼 因為我說手上收到太多的資料 因為陳志涵他只要出事就往下推 然後引起精神不滿 現在陳志涵的地位真的是遙遙欲墜 那為什麼他抓著陳佩琪 因為陳志涵已經完全沒有視力點 他前兩天才知道我們新竹出了一個大包嗎 說馬接醫院這個BOT的事情 然後所有的地方媽媽都爆炸 炸鍋了 為什麼呢 新竹只有唯一一家的醫學中心 陶竹應該是竹竹苗一百五十五萬人 只有台大唯一一家醫學中心 雙北大概有八到九家 這個是完全不成比比例的 之前就有兒童醫院荒啊 對啊 兒童醫院荒 而且才兩百床 對於一個五百一百五十五萬的都會區 兩百床的這個兒童病床 其實完全不算什麼 對還有還有缺 何況BOT這個土地 還是市政府的 這些容積 未來也會收歸於市政府 那這個事情陳志涵拿出來說 我認為為什麼急著推陳佩琪上場 我覺得就是要轉移焦點 所以我們更要清楚他說 這這件事情沒有說的事情是什麼 為什麼這樣提提純純現金 剛才有來賓有說到是 這些現金有沒有可能會是 他手上的現金 他現在講說他有一千多萬的開支 可是這是他手上現金 他存回去六百多萬 他用這個來製造說 他手上的現金有多少 其實大家不知道 就跟來賓剛剛質疑的一樣 那他也沒辦法解釋 現在就算他說了那麼多 柯文哲跟陳佩琪手上有多少錢 大家還是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陳志涵跟陳佩琪現在在打模糊仗 再來 我再說 我們這些回頭草的心情 柯文哲的理性物實科學的人設全部被打破了 這些回頭草像我這些 有過去有當過地方幹部的 然後有經歷過選舉 然後對地方募款的 我們現在已經完全沒辦法跟過去 我們募款的這些哥哥姐姐 叔叔伯伯們解釋了 以前我們是一家一家去說 這位大哥 你們家有幾票 是不是給我給我們家一兩票 這樣就投給我們柯文哲 或是投給我們政黨票 投給我們地方人士 這是這裡是我們的小額捐款的帳戶 是不是如果你們願意支持民眾黨 願意支持第三勢力的話 請把這個小額捐款捐到這個戶頭 過去我們是這樣 可是我們今天每天都被打臉 我們每天都說到訊息 陳佩琪柯文哲原來那麼有錢 你過去的小額捐款 我們幾乎在地方 從完全沒有辦法辯解這些事情 那我認為陳佩琪真的不要再多說話了 今天多說真的 他還可以講先生當市長這個工作不穩定 他們現在已經房屋貸款全部繳完了 我剛查了這個財產生罷 房屋貸款全部繳完了 然後手上一堆現金保險 然後基金還有選舉補助款 而且我知道的是他七月 還去看1.2億的好債 而且聽說不只看一棟啊 這個事情是我 我吹哨哲說給我聽的嘛 確實是這樣 原那時候我還不知道 他在五月份的時候 就已經成交了一個四千多萬 所以這個更起人疑鬥了 就是說這些隱藏 他手上的現金到底藏在哪裡 是不是藏在虛擬貨幣的錢包裡面 然後他這些現金是透過誰變現的 透過哪個管道變現 哪個白手套變現的 那這個都是令我覺得更可疑了 因為真正會看1.2億的好債 就是要就是要買了 那這些現金還我覺得還有一大部分 是沒有被彈在陽光下 所以我認為他講的只有一部分 那接下來如果他有投資 如果是白手套真的把錢藏在哪裡 我覺得他他們現在是鎖定在土利罪了 就是說 柯文哲非常有把握的說 不要沒有金流嘛 那回過頭來我們冷靜的看一下這件事情 柯文哲當初標榜的政治文化就是清晰透明 可是我們現在這些回頭草門就是非常非常失望 那他當初說要推倒藍綠的高強 可是現在看到陳佩琪跟柯文哲是現金的高強 但是我們可能不知道堆堆在哪裡 對那這件事情我還是勸這個這個陳佩琪 你要嘛就是把他說清楚 你說的這樣履歷大了 只會把這些事情越炸越大 然後陳志涵也不要再做狗頭軍師了 你們誠實的面對問題 我認為民眾黨可能還有還有一些小草會支持你們 可是這樣越演越烈下去 我覺得就應該民眾黨應該沒有什麼明天 當然這個請教東好了 在圖利罪的這個部分 看起來柯文哲應該很難脫得了身 其實今天又冒出來一個什麼眾望基金會 眾望基金會兩年拿了兩千多萬 結果呢只有一張發票 這個當中的這個每個到底在哪裡 而且從眾望基金會到 我們看到圍繞在柯文哲身邊 被所有這個質疑擺手套的這一些這個單位 或者是公司 甚至包括柯文哲兒子的那個人頭公司 為什麼都隱隱約約跟審慶金有關係 所以你怎麼看這個接下來 然後包括了柯文哲現在 我們現在從他跟李文堅的對話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 柯文哲很愛錢啊 他對錢的這個流向 只要是我柯文哲的 我都要清清楚楚的 你們得跟我報告 甚至雖然說這個不違法 但是三分之二的這個選舉補助款 現在進了柯文哲的這個賬戶裡面 也有人在質疑啊 會不會很多的這個錢 有沒有可能透過政治獻金之後 所以柯文哲我現在每一毛 這個透過政治獻金洗的錢 都得進我的口袋裡 不然會哪有人三分之二是歸私人的啊 所以你怎麼看這當中的妹妹嘎嘎 那麼講三分之二還是多少歸 歸個人所有 看政黨的規定 看各政黨規定 但是如因為柯文哲是要選2028的 他一直在講他要選2028 所以通常來講錢不會這樣子用 錢不會這樣用 除非你是要退出政壇的人 我們這麼講 宋楚瑜先生也選過好幾次總統 對 那你會計較宋楚瑜先生拿到的選舉補助款 不管他票數高或低 他也曾經拿過100多萬票啊 那個時候國民黨2016的時候啊 100多萬乘以一票30塊 也有3000多萬對不對 對 那親民黨窮啊 親民黨還要募款 對 我為什麼用宋楚瑜先生講 因為宋楚瑜選最多嘛 但是你會去計較宋楚瑜那3000多萬 除了親民黨要用之外 他個人怎麼用嘛 我們不會計較 對 因為我們都知道這怎麼回事 好 那柯文哲是不是有影響力 有 他絕對有影響力 不管他會不會選上 他在政治上 在三國演員裡面 他就是有角色 嗯 那一個有角色的人 把錢拿去買房子 然後到現在為止 你拿不出證明出來 嗯哼 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買房子是不是 4300萬是不是選去補助款 那如果不是那那那7000多萬現在在幹嘛 嗯 因為要選總統所以所以他需要很多錢 嗯 這個是這個是一定的 所以基金會啦 木可啦 那個這個還有新故鄉都是因為這個前提成立的 嗯哼 好 先看先看那個基金會的部分 嗯 因為幾個前柯P的幕僚 順便的幕僚對他太熟悉了 嗯 像縱望來講 李文忠 嗯哼 李文忠現在被開除黨籍了 對 50年的老朋友 嗯 柯文哲後來說他他錯信了李文忠 現在今天今天縱望有發發個新聞稿 就沒有李文忠那個蓋章 只有基金會的那個公司張 OK 蔡碧如 還有謝明珠 這三個人都是他的辦公室主任 對 嗯 那為什麼這個基金會這邊是 三個辦公室主任 然後當然還有他施政顧問這些 這是為什麼擺三個辦公室主任 什麼意思 嗯 我相信檢察官也會去了解 嗯 因為李文忠在木可裡面已經被梁寶案 改列被梁寶案交保 問李文忠的時候一定也會問縱望 嗯 問縱望的時候就會問那縱望你的那個支出 那兩千多萬是怎麼回事 一定會問 對 一定會問 然後兩千多萬又不見了 不 就是一定會問的是真的是假的嘛 嗯 因為你從你從他的那個 這個是他們要跟內政部申報的 嗯 你像他都很清楚 捲款 2024年 捲款收入是八千八百萬 去年2023年是一千九百萬 利息收入就是他成立的 成立的母金是一千萬嘛 嗯 這個是七萬塊這個五萬塊 那是保證金啊 基金會都一樣 那個錢那個錢是不能動的 不能動的 所以他只能靠每年的 能量的捐款去花 那這些錢是真的是假的 誰捐的 檢察官此時此刻是心中是有答案 嗯 檢察官心中有答案啊 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啊 有沒有問題 檢察官都知道嘛 嗯 那下面問題來的是在哪裡 他的資金是混用的 所以你像媒體 媒體大那一百萬 對 為什麼是問李文娟 因為李文娟的角色什麼 又是禁總 嗯 又是木可 對 然後搞連基金會那邊 或者是他那個智庫那邊 搞不好都是一個人在管 嗯 所以他這個說兩個月兩個月內告訴我 眾望木可新故鄉有多少錢可以用 嗯 所以那個那個那個 這幾個都是小金庫你知道嗎 嗯 但是小金庫你在用流來流去的時候 你不小心會出現什麼 失金來源的破口 如果他是跟你的市長任內的職務無關 嗯 就是純粹我因為支持克文哲而捐款 這個很好釐清 嗯 我跟你講這種會很好釐清 嗯 就是我跟你的市政沒有沒有關係 嗯 我純粹是因為我就喜歡你 我就愛你克文哲而說我捐款給你 不管是一百萬五十萬 嗯 這個很好釐清 嗯 但是如果捐款的人 比如說我們剛剛說的時間的巧合 萬一 嗯 有一筆錢 是省慶金那個那個四億三 嘻啊嘻啊嘻啊 轉了很多圈以後進來的 嗯 那就麻煩大了 對 那個馬上跳十年 十年起跳的收縮賄落 嗯 只是你用協會 或者基金會去洗錢 對 這個檢查官 只要是只要經流在台灣內部的 銀行裡面跑的 絕對可以抓得到 而且縱望基金會什麼時候成立的 我們剛剛也提到他時間點也很詭異啊 就本來就是為 那時候一千萬就成立了縱望基金會 那就 2022年11月11月2號啊 對啊 這個本來就是為選舉而成立的 一千萬從哪裡來 11月2號好熟喔 你說幾年 2022年11月2號啊 2022年11月1號 不是小省的1500 超天啊 以上存儲巧合好不好 又巧合了 但是這種巧合太多 檢查官查一下不過分吧 對啊 然後裡面進去了兩千多萬 欸 一張發票兩千多萬就不見了 發票只有十萬 對 發票只有十萬 然後兩千多萬就不見了 可是他不會只有那張發票啦 絕對不會 他列舉就一張 絕對不會 因為他 他放在他的臉書網路上 你只看得到那一張 我相信他不會只有這樣子 可是 就算是 你有發票又怎麼樣 你記不記得那個時候 前一陣子 大概前兩個禮拜吧 有一個淨總的一個曾經 在那邊認識的一個年輕人 講說 他們辦活動 可是要求要開 眾望基金會的發票 你知道眾望基金會 今年2024年還沒結束 眾望基金會的 那個行政支出已經到500多萬了 他去年是430萬 就今年過到現在是9月嘛 9月我們在剛開始上學而已 他今年花的已經超過去年 嗯 如果再結合說 進總辦活動 開眾望的發票 這個絕對違規 嗯 這個這個這個一定是違規 因為那個發票金額不是很大 我不會講說他多嚴重 可是如果類似的東西很多的話 你知道那個帳整個亂的套了 那我們在看這所有的一切的時候 你像新故鄉的董事 的理事長 你是柯文哲自己擔任的 嗯 然後每一個基金會 都有不同的人 每一個基金會的 因為都要募款嘛 嗯 是不是因為這樣子 你有不同的對象 所以這一些東西 你如果沒有沒有經過調查 你是無法離心的 所以我那麼講 柯文哲他們一家的人 的財務 不管是他小孩子一定被查 嗯 然後呢 所以你那個現金存款就很怪 嗯 那現金存款你又無法證明來源 很容易變財產來源 不明罪 你的圖利益又被又被認證 對 因為那個圖利益的認證 已經有那個法院的裁定出 你從公務人員保命的這些變遷 對話乃至於公文上 故意留一手 我相信大家這個社會 自由心中都有一把尺 嗯 你就只有二十幾歲的人 沒有進社會的人 你可能不是很瞭解 我最近在外面吃飯 有時候我們做幹點壞事 就是那個上天是不好講的 一件事情 一個壞習慣30年了 嗯 我們有時候在路邊遇到 人家會主動跑來跟你講 因為各行各業的人都有 你在社會上工作二三十年了 看到金華城自立自建給百分之二十容積率 大家心裡面都知道 對 可是不管是黃國昌黃山山或者是陳志涵 或者是陳佩琪 你們在說柯文哲是清白的同事 能不能告訴我 那是什麼 我們的社會經驗不是 不是一張白紙 不過講到金華城這個案子呢 現在大家都很想知道 柯文哲到底有沒有收錢 如果有到底收了多少錢 那如果真的收了錢 這些錢到底是到了哪裡去 好 柯文哲曾經講過說 我的錢都是這個陳佩琪在管 那當然陳佩琪可能是其中的一環 現在據說呢 檢調接下來 不但可能再度約談陳佩琪 而且還有一個人也要約談 這個人就是這個黃珊珊 尤其大家最注意到 這個陳佩琪不是這個多講多錯嗎 但是黃珊珊在他旁邊 居然都讓陳佩琪大名大放 黃珊珊變得好安靜欸 這真的有點奇怪欸學位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案子到 最近在查金流有沒有 現在可以浮現的 我可以確定的 包括李文中 因為李文中他之前有講過說 我可以負責任來告訴大家 我完全不知道對不對 那現在就開始查李文堅了對不對 因為李文堅確定 在這個金流部分 他確實是有經手的 我們在上一節講到說那個奈對話 裡面有沒有 柯文哲對於很多人的捐款有沒有 都是問李文堅 那可是我之前就一直在強調 木可公司 根本就是柯文哲 用來把錢洗出來的一個單位嘛 不然你無台無事有什麼 精華城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銀劍指導出來之後 之前的四天 他就開了木可公司啊對不對 對時間點太奇怪了 而且我覺得說目前看得出來的 包括你今天花費 全部都是在什麼 政治現金跟黨部裡面有沒有 或者是在競辦裡面 可是收錢的全部都是木可公司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好那我們現在講說 那除了李文堅李文堅 這個兄妹兩個之外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在於陳佩琪 他也可能是最大破口 他當然是最大的破口 你看我是覺得說陳佩琪現在 你看他最近 他跟柯文哲兩個人的策略是一致的 他們現在都開始出來柔軟了 都用柔性訴求 陳佩琪還可以扣 柔軟了 欸佩琪的眼淚 開玩笑 對不對 你看今天柯文哲 柯文哲今天被借訓出來的時候 你就看到他突然間變成黃沾沾 對不對 因為他今天穿黃色的衣服 所以跟你講這個千絲萬年 好我們先看一下陳佩琪好了 你看陳佩琪出來這次 最近這幾次講話有沒有 他講說舊夫大作在裡面 他講說柯文哲像老小孩生活淡薄 我會是貪毒的那個土地貪污的人嗎 而且那個時候他講說他撇 他不是在滅陣啊 他是在洗澡上大號啦 對不對 而且他說你看 甲章就是別人幫他蓋的嘛 就推給彭正生嘛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今天陳佩琪用了很多的方法 可是我說 你今天這些訴求大家都告訴人家講說 柯文哲我不相信他是一個貪污的人 對不對 可是我昨天就講過嘛 佛摩本一體善惡一念間 對不對 而且你看 亞當跟夏娃兩個在伊甸園裡面 本來也是相安無事啊 就是那一念之間有沒有 政國給他吞下去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不要再告訴我說 柯文哲以前多好又多好是多清零的一個人 我不相信啦對不對 光看這個金華城這個案子到目前為止的話 我就跟你講他就不是一個好東西 真的光看公務員拍照留下來那些變遷的內容 就覺得怪啦 哪有個市長下那麼多變遷 還為了一個事情 都為了一個金華城 還要緊追不捨對不對 可是我跟你講現在很多 其實這個問題貓膩在哪裡 我們從一開始這個事情 Grace在當初講說政治獻金的時候 我們就希望說我們能夠看到 所謂的金流有沒有 可是到目前為止你有沒有發現 民眾黨柯文哲還有他們裡面所有的人 對金流這件事情是最缺乏 最無法交代的一塊對不對 包括說商辦都已經被人家抓出來了嘛 你就4300萬買商辦嘛對不對 那你要講說錢從哪裡來 對 你要竟然沒錢沒錢有沒有 跟你拿了一個那個4300萬商辦 拿一個工器出來混淆視聽 這個工器是幹什麼 因為我們一般買賣房子都有一個七歲嘛 對不對 六八七歲 你如果公錢吃 你如果拿那個菜 你只有六八歲 你就會掉它翻過了 對不對 所以他就拿一個工器 就是公告那個土地限制 有沒有地價 讓你去繳稅 那這個能代表什麼 這個61萬根本看不出來 你這個買價實際的買價 買賣價錢是多少嘛 所以那個工都花了對不對 真的 講4300萬 哪個我們看61萬 對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 到底是多少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不是有4300萬 這個金流的存在 現在大家都很好奇嘛對不對 而且陳佩琪 之前他也傳出 現在又爆出來說 他去看了兩棟1.21的豪宅之後 他還要求房仲說 你要把那個監視畫面刪掉 你考慮不是說 不知兩個當醫生當一輩子的話 買1.21的豪宅 應該是買得起啊 有什麼好那個 就買得起啊 就去看啊對不對 對啊 那我就告訴你 看什麼東西 我再跟妳講 今天金流找不到 為什麼找不到 其實我一直有在懷疑 我一直想做夢 可是我一直夢不到 哈哈哈 來給我看 你們兩個行困做會 那個床 那個床 現在是錄影 把床墊再搬來 只有一米而已 做夢 現場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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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兩個到床都先睡到床 沒有啦 不用睡到床 我現在都發白日夢 對不對 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金流搞不好 說真的 他今天叫陳伯父說 你家裡去看 看家裡的 我出錢 欸 這是不是有 也是一個方法 今天買上班 你看 看家裡的一間 我出錢 而且你看4300萬買上班之後 又去看上益豪宅 那對你是買得起 你以後不吃不喝喔 對啊 不是嘛 錢哪裡來的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我們用一個那個一個 知識的判斷嘛 長以來判斷嘛 金流就不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 而且另外我說實在 還有另外一個 我又做了一個白日夢 喔 又夢了 這個錢 我們不是講說那個 那個沈慶慶 衛星集團 拿出了4.3億的那個公關費嗎 4.3億加多少 說真的 差這麼大桶 喔 你的那個什麼 逃租影員多大 欸 我如果把這個錢 藏在逃租影員 你到現在這樣 所以為什麼柯文哲 之前去逃租影員兩次 嗯 有沒有可能說 我只是去巡視看看 我錢還在嗎 欸 逃租影員21層樓 裡面進去啊 那個光那個電梯有沒有 是可以用救護車超跑進去 直接上樓的 沒錯 啊住五樓 我的那個超跑進店 你直接開到五樓 對啊 而且那個門你說今天喔 檢察官帶隊 要去破門而入的話 那個門你也破不了 防火鋼門 防火鋼門 不是下面那個喔 是鋼座的鋼門 鋼門 鋼座的門 我說實在 而且你看 裡面一戶的話有300坪喔 外面的陽台花園有50坪喔 這麼大間的房子 我說實在 你的錢 要存在哪裡 多好存 那為什麼警告不去搜 啊問題是這個房子 現在的產權 到底是屬於誰的 都還搞不清楚 他說是亞太什麼 亞太什麼聯有沒有 就不只沈慶晶一個股東這樣 那個亞太聯是他的一個公司 他是佔七成左右的股份 啊中共又佔將近三成嘛 因為他全身是亞太會館嘛 所以要那個搜索票很難 問題是亞太聯現在還有一個爭議 之前 沈慶晶拿了30%的股份有沒有 去跟那個洗米華 周澤華借了錢 借了60億 30%股票借60億 那後來不是那個洗米華 跑到台灣來 要去查扣金華城的產權 啊說實在這裡面 到底現在是屬於誰的產權 不知道 只知道說裡面有一戶登記 就是沈慶晶的啊 那既然說真的 既然沒有人住不出去 我今天如果要去搜索的話 我要丟給誰 今天又不是安佑晶 我如果要去你家搜索 我當然要把那個 宋達通知書交給那個 那個安佑晶嘛對不對 那我今天裡面沒有 我要丟給誰 我丟給中宮集團嘛 去的話 就說裡面空空沒人住 對不對 所以這個也有什麼意義 而且說真的 你今天要去破門的話 我剛剛講過 你今天拿炸彈去炸 對啊 可是說實在 有沒有很好場 不知道 這是我的白日夢 我只是把他白日夢講出來 對不對 所以這裡面有很多的貓力 所以今天為什麼查金流 對檢調來講 檢年來講 是這麼困難的一件事情嘛 對不對 很多事情搞不好我今天 錢根本還沒有拿出來 還沒有出來 只是放在某個地方啊 就像我剛才講 搞不好他是約定講說 你去看房子 看到高興的我來付錢啊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嘛對不對 所以今天啊 他只能從一些微小的細細地方去查 所以你看他現在查 陳佩琪的小額理財數有沒有 看到說你一百七十萬 什麼柯的稿費演講費 柯的稿費演講費 什麼遺產講了半天講不清楚嘛 對不對 那現在要查出來啊 現在除了這個之外 還包括陳佩琪跟柯文哲 三個小孩的帳戶裡面 都有一些資金進出嘛 那這些錢到底從哪裡來 對 這個好像不合比例啊 對不對 那暴增到六百多萬對不對 現在查說這個爆料是說六百多萬 而且檢調有扣掉稿費 扣掉演講費喔 對嘛 這個就是像我之前講的 扣掉薪水喔 對之前講的七百多萬嘛 現在扣掉了之後 剩下六百多萬 一百多萬都扣掉嘛 就是你跟你說的手要錢 這有什麼 對不對 那你六百多萬這個東西的話 那為什麼六百萬 對價關係不知道 我跟你講說 依照以前圖利 受費的那個比例嘛 我今天圖利你兩百億的話 大概五趴到十趴嘛 對不對 那五趴就多少 是十億到二十億 對不對 那這些錢怎麼辦 還有有一些案子 因為很大 他每一個關卡過了 可能都有後洩喔 對 而且我現在就跟你講 不是說整個案子的不一定 我們現在要強調說 這個金流為什麼不好查 政治現金 對不對 木可公司的收支帳戶 還有那個淨辦嘛 民眾黨嘛 現在有在那個查他掏工黨產 有沒有背心罪 那還有接下來北四科 金華城 第一果魚果市場 對不對 還有南港轉運站的BOT案 對 說真的要好好一大堆 說真的這個金流 如果卡在裡面的話 你哪有可能要清楚 對 所以之前 他們在講金流的過程之中 誰出來開記者會 黃珊珊 黃珊珊出來就跟你講 整個都是便當錢喔 吃便當 都要爆炸 都要跟你講小錢 告訴你說 就是混亂你的一些思維 我現在要看大便的金流 你都跟我說那個藍珊的 對不對 就是告訴你說 我現在就把它弄得細細細 讓你很難去察覺 裡面的貓膩在哪裡 所以人家講說 接下來會不會約談黃珊珊 當然會 現在人家指說 甚至便當會進華城復工 什麼都都有你黃珊珊參與的影子 對不對 而且當初是副市長 接著這麼多的案子都要查 而且你還是進辦總幹事 我說真的 你總幹事難道不知道說 我今天競選總部 捐獻多少錢 我要花出多少錢 你難道都沒有一個底嗎 所以這個很清楚就是說 接下來 有可能約談 陳被其說就是黃珊珊 那為什麼現在不約談 其實我告訴你 這也是檢聯檢調單位 在辦案的一個技巧 我現在給你電話 有路線對不對 黃珊珊厲害 她是律師 所以她從來不發言 對不對 她最近好安靜 我一定跟你說 那陳被其就不了解 她就一直用柔情公事 對不對 那講出來說清楚 等到你開始慌的時候 不知所措的時候 突然間我如果查到 一點點事證的時候 把你兩個人抓來問 約談到案的時候 我說清楚你的新房 能夠鞏固的住嗎 所以你看這幾天 昨天借訓沈慶君 今天借訓彭震聲 又借訓柯文哲 他就營造一個氛圍告訴你說 欸 你們這三個人 心肝還會臭心肝 誰講了什麼 誰講了什麼 現在到底進度到哪裡 如果有一個人 突然間在這過程之中 受不了啦 新房被突破了 我這樣污點證人 我跟你說 所以這個整個案子 有沒有可能一夕之間就破壞 有可能